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中國大陸2021年的GDP的 國內生產總值 已經來到17.7兆美元了 美國是23兆 中國大陸GDP呢 跟美國的比例 從2020年70.5% 提高到了77.3% 即將要到8成了 尤其美國經濟現在是放緩的 對比中國大陸呢 儘管面對很嚴重的一些疫情嘛 挑戰很大 成長速度呢 還是超越美國 所以中國大陸在許多創新科技呢 都有好成績 您覺得呢 美國的晶片卡脖子啊 會不會太短視近利了 反而讓中國大陸更加的強大呢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 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一起聚焦 習近平總書記有特別提到說 大陸其實呢 在一些關鍵的核心技術 突飛猛進 戰略性的新興的產業 不斷的壯大 比如說 他特別提到了 載人航天啦 還有碳月碳火 深海深地的探測 超級計算機 衛星導航 量子信息核電技術 大飛機製造 生物醫藥等等 取得重大的成果 進入到創新型國家的行列 前立委雷倩呢 就特別說 美國你足這個小院高牆 根本圍不住中國大陸的 不可能光是一個晶片 一個芯片 就卡脖子 卡一輩子吧 從中國大陸的這些電動車 換到超車嘛 就知道美國啊 這些所謂的盟友 比如說德國 日本韓國 也不可能都配合你美國 來圍堵大陸啊 大陸是不是已經大到 他要把他關起來的 這個小院高牆 已經關不住了呢 習近平先生在前面講了說 這些創新發展的產業 我剛剛已經唸給大家聽了 那這些部分 哪一個不需要高度的 尖端科技 而中國大陸已經有這麼多 高度尖端科技的 此時此刻 如果說一個芯片 就可以完全卡住 它的發展其實是匪夷所思的 在G7國家中間 幾乎比較重要的工業國裡面 汽車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 我們講過了日本的五六千萬的工人裡面 有五六百萬是在汽車產業 德國也是以汽車產業作為 民生消費產業中間的一個龍頭 因此你看到大眾汽車 雖然有很多德國其他的產業到美國去 但是這個依賴了高級的製造 依賴了巨大的市場才能發展的產業 它是不會放棄中國大陸的 電動車裡面有三千多個晶片 所以難道他們沒有辦法去處理嗎 那如果沒有處理 那今天的這個產業 它是如何發展到此時此刻 第一就是在新能源 其實它本身就有三千多個晶片 比一般的汽車要多一倍 可是接下來的第二步就是自動駕駛 這裡面就有很多的人工智慧運算 那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新的 合資公司 他們將來要去走的方向 就是CARAD 從新能源到自動駕駛 到未來的智能聯網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的話 中間至少會有超級電腦 雲計算 絕對的像北斗的這種導航 這些全部的連起來的這個新的產業 會是德國這些公司它所看的未來 所以未來的電動車 它不是一輛車子代步而已 它就是一個未來生活的平台 就好比現在的手機 已經不是你打電話的東西而已 而已經是你的生活的一個平台 所有的數字的服務 會經由這個平台到你的手邊 而你可以經由這個平台去獲得 使用所有的數字服務 所以無論是在重工企業本身 所以像德國這樣的公司不能放棄 我相信像日本韓國這樣的公司 也捨不得放棄 那除此之外 你也會看到它是今天的代步工具 它是明天的智慧平台 是後天的智能聯網 所以這整個未來產業跟工業的發展中間 最核心的一個戰略要衝 這些老牌的工業強國怎麼可能放棄 因為他們不可能放棄 就不可能完全受美國的載制 也不能完全的依照美國想要做的制裁 去配合美國去制裁中國 沒錯的確來看到習近平總書記 在20大報告當中 就特別是要打贏關鍵的核心技術攻堅戰 分析師就說 這可能要預告說 北京會全面的改變 推展科技業的方式 增加國家主導的支出跟措施 要對抗美國的施壓 比如說路透社他就特別報導說 習主席強調說在科技上要達到自立自強的目標 他在報告全文當中呢 四度提及相關的字眼 而2017年中共的19大報告當中呢 一次都沒有提到 他在這一次提及了科技 光是科技這一個詞呢 就講了40次 而2017年報告只有提到17次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習主席其中有一段怎麼講科技的 教育 科技 人才 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 戰略性支撐 必須堅持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人才是第一資源 創新是第一動力 深入實施科教新國戰略 人才強國戰略 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 開闢發展新領域 新賽道 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 新優勢 好 其實呢 滙豐的分析師就特別指出來說 他們呢 在這一些從中可以理解 未來中國大陸重點呢 就是要擴大支出 比如說在科學啦 在科技工程數學領域會提供政策的支持 另外來看到下一個就是呢 荷蘭的國際集團當中的大中華區的首席經濟專家 他非常有名 彭矮瑤 他特別說呢 習主席的談話 有提及到迫切需要的人才 還有促進科技進步的自給自足 他說我們相信這是為了回應美國的晶片法案 這類半導體科技業的研究支出 當然就會增加囉 一般來說 大陸會在這類的重大會議之後公佈政策 另外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是有決心跟有底氣 跟美國在高科技一起來較量的 去年的今天 我和戰友出征太空 此時正在對接通道 準備開啟空間站核心艙的大門 現在我懷著同樣激動的心情 站在黨代表通道上 王亞平次號表示 一年前的自己正為國家效力 一年後作為太空代表 站在二十大黨代表的通道上 是不必榮耀 二十大開幕會上 習近平總結過去十年成就 其中包括科技航台目標 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突破 戰略性新型產業發展壯大 載人航天 探月探火 深海深地探測 超級計算機 衛星導航 量子信息 過去十年大陸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18.5% 穩居世界第二位 不論探月探火深海探測還是載人航天 北京航太技術發展上國際社會是有不共睹 升周十三返回地球不滿三個月 升周十四接力升空 馬不停蹄 暮天也將發射 按照北京計畫 離大陸首個國際太空戰艦程 進入倒數不到三個月 除了航太發展 大陸電池巨頭德寧時代和汽車比亞迪 分別創下今年8月全球冠亞軍 德寧8月銷售年增加1.29倍 比亞迪業績創下歷史新高 8月年增1.59倍 這個圍堵政策主要碰到一個 蠻大的一個困難 就是中國大陸現在是 全世界最大的一個製造業的基地 面對美國絞盡腦汁 想以各種方式圍堵大陸 左鎮東認為大陸作為製造業基地 各國基本不可能切斷和大陸的產業鏈 大陸發改委日前報是 將繼續加大吸引外資 隨著大陸在國際上日益壯大的影響力 美國是否能夠成功聯合盟友圍堵大陸 也被外界打上大大問號 中國大陸其實崛起了 尤其又提到說所謂的中國方案 對比就是美國的美國霸權主義 會不會到底誰對世界幫助更大呢 也引發討論 這一位也是非常出名的來看到 也就是新加坡的資深外交官 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馬凱碩 他接受德國雙報的專訪 他特別說到中美博弈 中西方制度的競爭 以及大陸治理成效 要多個角度來剖析 西方對於中國大陸的誤判 尤其馬凱碩說 中美的博弈 其實就主導了這個世界的發展的趨勢 美國世紀已經結束了 中美博弈會定義未來數十年 幾十年的世界發展的趨勢 相比之下 他說烏克蘭危機只是一個 中美世紀博弈當中一個註角 不會改變歷史的進程 他說美國最大問題就在於 缺乏像中國大陸一樣長遠的 地緣政治的戰略 你沒有戰略啊 譬如說當前 美國你要回答這些問題 我們來看看他的論點 第一個呢 戰略問題就是 你能否像顛覆蘇聯一樣 顛覆中國共產黨呢 他這些答案都說 當然是不能的嘛 尤其是來看到 中國共產黨十分強大 第二呢 你到底能否孤立中國大陸呢 他也說不可能的 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會像中國大陸一樣 跟全球經濟緊密交織 就像習主席在二十大說的 大陸已經是一百四十多個國家 跟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呢 那你怎麼跟他脫鉤呢 第三點他說 你到底能否遏制呢 中國大陸發展呢 馬海塑說也是不能的 跟這個倩姐說的一樣嘛 你小院高牆 圍不住中國大陸 新城大海啊 尤其他說 即便2022年大陸經濟呢 增長有放緩沒有錯啦 但是在過去的30年呢 大陸啊 低增長的一個年份呢 其實少於西方啊 遠遠少於西方 意思就是增長都超過西方的 未來十年 大陸經濟還是會以 平均是5%的平均速度呢 順利的增長 再來他也談到說 價值觀的外交 他痛罵西方虛偽跟傲慢 他說呢 企圖用以貌促變純屬幻想 更多是西方的傲慢 他就特別提到說 擁有怎麼樣 數千年歷史的這些文明大國呢 為什麼要被你西化 你這只是佔了全球12%的人口西方 你到底有什麼資格來對其他國家來說教呢 所以你到底怎麼跟人家來說教啊 尤其他提到的是 優長歷史的長河當中 中國大陸呢 跟印度 其實到了1820年 都保持著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啊 尤其是西方 你過去只是200年的領先 只不過在歷史的長河當中的例外 不能認為西方模式就更加的優越性 比如說也沒有人要求說西方啊 比如說歐洲你要改變制度一樣嘛 那歐洲也應該允許他國去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啊 他就提到說 價值觀當然很重要啦 但是每個國家都不免得要為地緣政治的目標 來犧牲價值觀 比如說 印度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道德權威就是聖雄甘地 非常偉大 但是如果要做出關於地緣政治的決定的話 他說我們應該更要去問問Henry Kissinger 他的意見 他就說對大國來說當然是地緣政治優先囉 因此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很複雜的一個世界 所以西方往往是怎麼樣 非黑即白的簡單化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恐怕會把自身脫入到絕望的矛盾深淵 他說是很矛盾的深淵 為什麼呢 他講這幾點真的蠻有意義的 比如說如果你真的堅持價值觀 那你西方為什麼不停止有問題的一個專制政權 那去跟他進口能源呢 你幹嘛跟他進口能源 又為何要從什麼呢 像是阿富汗撤軍 要讓塔利班來接管政權呢 這讓世界看到西方價值的外交虛位 他也說美國的學者福山 這個叫做歷史終結論 就讓西方孤方自賞 這邊我要補充一下福山他怎麼說 他認為歷史會終結在自由民主的制度 意思就是自由民主好棒棒 世界最棒的 那但是馬凱說說 這個問題是呢 你要如何去實現民主這個問題上呢 西方不應該獨罵這個世界 他呼籲西方要放棄說教啦 就像大陸說的 你不要當什麼人權教師爺嘛 放棄去輸出自以為是的一個價值觀 轉而去尋求對話 不要因為價值觀呢 不同就對他國實施制裁 西方早已經喪失了道德的高地 再來他說脫鉤斷鏈不符合 美國跟歐洲的利益 對華脫鉤更是不明智的舉動 西方世界本來是很開放啊 一個大市場全球化的創新者嘛 但是他提到說現在其實呢 中國大陸啊比美國呢 還要更願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比如說推動這個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協定 RCEP落地生效啦 作為全球最大的自貓區 非常歷史的意義 但是你美國根本沒有加入 就是一個錯誤 美國應該要清楚的 對華脫鉤的意識 就是脫離絕大部分的世界經濟 因為大陸是全球 許多供應鏈的起點跟終點 他認為說去全球化 根本不可能實現 大陸崛起的初期呢 確實是得益於美國的消費 但現在情勢早就改變了 亞洲的中產階級 日益的壯大啦 也在改寫歷史 比如說他提到 我們這些亞洲人 沒有人去討論去全球化啦 因為亞洲就喜歡擁抱全球化 歐盟他提醒說 也應該要加強跟東盟這些國家的合作 歐盟應該跟東盟一起來合作啦 這其實是中國大陸第一大 跟第二大的貿易夥伴嘛 另外來看到 而且還可以說 其實來看到呢 他說中國之治就是世界之性 中國之治為什麼是世界之性呢 他提到說中國大陸 也許不是一個最完美的國家 但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 像中國大陸一樣 提升了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國際輿論忽視的當前就是中國之治 事實上呢 大陸政府始終秉持務實的精神 改善民生的成就 成為是全球首屈一指的 在金融危機的時候 大陸經濟率先復甦了嘛 並且在全球力挽狂瀾 在疫情防控的期間呢 其實大陸也被視為是全球的榜樣 即管疫情造成的外資流失這些問題 但是中國大陸歡迎外資的態度 是沒有改變的 而且中國大陸申請專利呢 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一名了 不再依賴呢 投資者的知識產權 他說 我相信中方能夠妥善解決相關的問題 另外他也說 明年我們一起來拭目以待 他還說 中國人呢 是看的是可預見性跟穩定性的 相比一個強大的中國 西方應該更擔心 因為呢 中國若是弱勢的話 他就會因為呢 曾經遭遇過外敵侵略的百年屈辱 一個孱弱的中國 恐怕就會催生民族主義抬頭了 所以中國共產黨 帶領中國大陸呢 成為國際舞台上可預期的力量 他說這就是世界之性 你也認同馬凱瑟的說法嗎 一直來聊天視互動 尤其來看到現在 國際領袖當中 比拜登還慘的恐怕是誰 英國首相特拉斯了 18號他會減稅方案呢 當中的錯誤盜竊 但是特拉斯儘管盜竊 而且法夾灣 所有原來的經濟政策呢 就是不提要負責下台 他在專訪當中表示說 會繼續領導保守黨 一直到下一次的大選 意思就是他還要在這個位子上啊 特拉斯的政策大轉變呢 使得投資者真的是信心蒸發了 也導致他的滿意度暴跌 甚至啊 慘遭了黨內人士逼供 但是他不下台 好你看喔特拉斯很慘 拜登也很慘 美國晶片圍堵中國大陸 根本也是傷到自己了 尤其是來看到 這個國會山莊的股神呢 現在也踢到鐵板了嗎 這是誰啊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呢 遞交最新的什麼交易信批的相關報告 他老公呢保羅裴洛西啊 其實又在資本市場上呢 展開一系列的操作 但是虧掉了近百萬美元 因為呢根據了信批文件說 保羅裴洛西最新的四筆交易當中呢 其中保羅賣掉了50張的 英偉達看漲齊全 還有100張的 美光科技的看漲齊全 造成的損失達到36萬的美元 還有39萬美元 此外呢還有買迪士尼的齊全等等 通通都是虧損的 那根據呢金融數據公司的統計 裴洛西家族啊炒股收益率呢 位居的是國會的第六 那其實呢民主黨在內當中更是居首位 但是裴洛西曾經多次強調炒股是他老公的事情啦 他本人不參與也不知情 由於呢多位的國會議員有爆出來說 利用職務炒股呢 所以非常的不應該 目前呢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當中 有一項要限制國會議員炒股的提案 但是目前民主黨高層卻沒有允許這項法律進入投票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金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購